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它是作为一种文学体材出现的 但是目前的话它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 一种商业符号 但是被我们容易忽略的 就是说科幻它本身它是一种思维方式 一种看现实的独特的视角 就是说我们目前还很少 还不太习惯用科幻的眼睛来看在现实 就是说科幻它通过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 它有一种无论是科学 还是哲学还是宗教 它都没有的那种认知能力 用它来看现实 这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话题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下面呢我就谈一谈就说 科幻的视角是什么 当然科幻的视角有很多种 包括它的一种多世界的视角 一种思想实验的视角等等 我们今天只关注科幻的一个视角 我下面让大家看一幅照片 这幅照片曾经在欧美引起过轰动 这个照片是什么呢 它就是旅行者号从距地球64亿公里的地方 回望地球的一个照片 64亿公里大概相当于地球到太阳距离的40倍 也就是40个天文单位左右吧 光线走完这段时间可能需要几个小时 这张照片我们粗看上去上面什么都没有 大家注意上面这些红模样 这些彩虹样的东西啊 这不属于这个照片啊 不是照片的内容 它是这个旅行者号照相机 红模上的那个光的颜色造成的 它不属于照片的内容 除此之外 这张照片我们看上去就一片漆黑的太空 什么都没有 但是仔细看看呢 有一个小点 这就是地球 这张照片为什么它轰动呢 因为这张照片在拍摄之前 这个旅行者号的控制中心 那些科学家是不赞成拍这个照片的 因为旅行者号的主要任务 它是进行科学研究 这张照片 这些科学家认为 它没有任何这个研究价值 因为每拍一幅照片都是要耗费这个飞船的资源的 要耗费它的电力 往回船要耗费大量的电力 还要耗费它的胶片等等 但是像包括卡尔萨根在内的这些科学家 就坚持要拍这张照片 认为这个很有意义 事实证明也是这样 就说这个视角是我们人类第一次 从如此遥远的太空来看 回望我们的地球 那么说到科幻呢 就说科幻它回望地球的距离比这个还远 这个距离64亿公里 在我们这个太阳系的尺度上可能还不算近 但在宇宙的尺度上 它就微不足道的一个距离 因为离我们最近的恒星 它也比这个距离要远得多 有四光年 这就是我们科幻看待现实的角度 从这张照片上看到 就是我们从遥远的太空 回望地球 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许多我们 在我们现实之内 用我们现实之内的视角来看 看待现实所看不到的东西 那么下面我们讨论的话题呢 就是用科幻的眼睛 看我们现实的几个主要方面 包括环境和经济 社会和政治 当然这个可能都是很大的题目 但是科幻它本来就是个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文学 很大气的一个文学 所以我们因为时间原因 我们也只能泛泛而谈 我们首先谈用科幻的眼睛 就是用那个视角来看我们的环境和经济 说起环境和经济来 我们首先想到的两个词就是发展 我们现在用一个比较直观的画面 来看看我们的发展的速度有多快 就是现在地球环境 我们现实的发展速度有多快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画面呢 大概是不到三十年前 大概三不到三十年前 二十八九年前的上海浦东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画面是从同一个角度拍摄的上海浦东 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到发展的速度 关于发展的速度的另一个例子 我再举一个更生动一些的例子 就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在山西和河北的交界 它叫娘子关 这是我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地方 我工作的企业在靠靠靠这边那个方向 这个本身这个娘子关的这个镇子呢 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内地的山区的一个农村村镇 它以前很闭塞 很落后 发展速度也十分缓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景呢 就是它这个镇子里面的一个景象 典型的一个中国东北农村的一个景象 一看就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场景 这张这一两组照片什么时候拍的呢 大概是十七年前 十六十七年前这个样子 不到二十年前的样子拍的 仅仅过了十六十七年前 现在这个地方发展成什么样子了 发展成这个样子了 大家可以看到当年住在那些乡村里面的那些村镇 住在那些村镇里面的人呢 当年住在那些村镇里面的人呢 现在他都搬到这个中间的这一片 这个很现代化的这个生活小区里面 而且这还有一个带游泳馆的旅游用的一个宾馆 它普及了互联网 相当一部分人家普及了汽车 大家看到后面那部分 还有一部分企业冒着烟的 在后面这一部分你看 还有一部分这个新兴的企业 这个就是一个发展的速度的一个明显的例子 这种发展的速度可能你们在大都市的人感觉不出来 像我们这种处于比较基层的内地的人感觉的很明显 这种速度就近乎于疯狂 当然有人是为此欢欣鼓舞 因为他毕竟给很多的人带来了一种 以前没有无法想象的一种富足生活 但是这种发展的代价在我们 也不只是写科幻的 很多有时之时看来都是很担忧的 就他对资源的占用是很可怕的 我们说这张图上能看出资源的占用到什么程度 大家注意看 这是一片新兴的娘子观镇的区域 不好意思 这一片区域原来是一片农田 一片很好的农田 这个农田大家看 它挨着一条河 这是一片凉田 这片凉田在太行山区 很缺地的太行山区是相当宝贵的 咱们看到全部被占用了 而且后面工厂的污染 这也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现在发展的速度 我通过这两个例子 我就不详细解释 这几十年它的发展速度很快 不光是中国是这样 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地区 它的发展速度也是很快 那么这种速度 这种发展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我们可见的未来 它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要赶上西方人的现代化水平 要过他们那样的现代化生活 那么现在我们就看看 我们如果全球的发展中地区和贫穷地区 要是过西方的这种生活的话 我们需要多少资源呢 我们需要四个半地区的资源 我们如何解决这样的资源和发展的矛盾 这就是我们对现实的一种选择 这是我们对现实有多种选择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科幻的选择 再考察一下我们现在用现实的眼光 看现实所带来的选择 那么科幻的选择我们都想得到很简单 就是我们从太空中去寻找那三个半地球 那么我们现在简单考察一下太空中的资源 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照片中的资源 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太空中 它最普遍的资源是什么呢 它就是空间 它的空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尽的 所以说我们即便是只使用近地空间的话 那么我们地球上的那些高污染的工厂 什么这些东西 它都可以搬到太空中去 因为太空中它的污染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一些 比如核电站 最近引起很大问题的核电站 在太空中是不存在核辐射核泄漏问题的 因为太空中它本来就充满着很强的辐射 然后我们进一步考察一下太空中的其他资源 当然我只是简单的说一说 时间有限 就说我们太空中的资源 它包括在八大行星和小行星带 就这一片小行星带内 我们现在考察一下小行星带的资源 就是一颗直径两公里 它的小行星大概总重量有500多亿吨 如果它的成分和这个云铁的 陨石的那种成分相当的话 它可能含铁量就是330亿吨 这个数量够人类用几十年的了 够全人类 另外它还有其他的一些贵重金属 而直径超过一千米的一公里的小行星 这些小行星带就有100万颗 同时我们看看太空中的水资源 我们一般都认为水资源只在地球上存在 太空中很干燥的 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说太阳系最大的淡水存储地 不是在地球上 而是在一颗叫做古神星的小行星上 它直径 它是一个最大的一颗小行星 直径大概有930公里 它的淡水含量要超过地球 另外太阳系最大的海洋也不在地球上 它在这颗叫木卫二的 木星的第二颗卫星上 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白色表面 就是冰冻的海洋 这个冰冻的海洋深度达100多公里 它的淡水含量要超过地球上 所有的海洋之河 其他的八大行星上的资源 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就是说我们地球人类生存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在太阳系中都能找得到 大概在1997年吧 美国有两位科学家 就是专门定量研究了这个问题 他专门写出一本著作来 就是论述太阳系中的资源数量 他假设我们就说 整个这个太阳系的资源 可以养活10的16次方的人口 就10后面有16个0这么多的人 这相当于多少人呢 就说我们的地球按科学家的估算 它的资源极限可以养活500亿人 我们再翻一倍 那就是它能养活1000亿人 假如一个地球能养活1000亿人的话 那么这么多的太阳系的资源 它就相当于10万个地球 这就是太阳系资源的它的这个总数量 所以说呢 由于这个原因呢 就是对太阳系资源的开发 对太空的开发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话 不管是科学家也好 还是科幻作家也好 都持有很乐观的态度 像我们比较著名的 大家都很熟悉的这部科幻作品 就2001太空漫游 它所预测的2001年 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 它预言我们这个时代的太空开发 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就是我们的地球轨道上 已经布满了像这样宏伟的太空城 每座太空城里住着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人口 月球上也有上百万人口的 长期的居住城市 人类已经能开发出 核聚变动力的庞大的飞船 去探访木星这样的外围行星 探访土星这样的遥远的外围行星 人类的相当一部分 这个资源已经从太空中取得了 那么实际情况下 我们现在的太空开发的状况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从太空 得到了多少资源呢 就这么多 总重量是383公斤 石头一共是 就是2415块石头 这2415块石头 现在大部分是存在美国的博物馆 这是阿波罗登月拿回来的 存在美国的博物馆和科研机构中 还有一小部分都赠送出去了 像我们赠送大熊猫一样 它赠送出去了 但是那些接受这些石头的国家元首 远没有像珍惜大熊猫 这么珍惜这些石头 据说现在一大半都弄丢了 最不会来 问那些小国家 我送你的石头去哪了 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太空开发的现状 所以说现在的人类太空开发 是一个规模十分小的行动 它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一种科研行为 一种探险行为 一种象征性的行为 远远称不上是一种经济行为 几乎按这十万个地球 带给我们的希望来说 现在的太空开发几乎等于没有 所以说60年代 我们从60年代的太空开发的一次高潮中 又退回来了 我们曾经登上过月球 但我们又回来了 包括最近航天飞机停止使用 使我们太空开发的步伐 又向后退了一步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理由 是技术原因 就是说我们太空开发需要高技术 我们现在的技术达不到那个水平 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件什么东西 是一台计算机 这台计算机的内存是63K 当然它的主频也很低 我就不说了 这63K的内存是个什么概念呢 现在一台iPhone手机 它的内存是512兆 每一兆等于1024K 你相当于刚才看到那台计算机 有多小多简陋 多原始 这是那台计算机的外围设备 也很原始 但美国人就用这台计算机 登上了月球 它就是阿波罗飞船的导航计算机 所以说 我们现在的无论是计算机技术 还是太空推进技术 还是材料技术 和当年60年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当然真正大规模开发太空需要的技术 还是不够的 可以承认 但是当年这个肯尼迪提出要 在十年内登上月球的时候 那时候美国 它的那个技术实力也是远远不够的 而且大部分的人都很悲观 认为这十年根本不可能开发出 登上月球的技术 但是他们做到了 所以说技术原因只是一个推子 那么第二个原因 我们专家们耳熟能详 就是大家公众也以为的原因 是经济原因 这个似乎很有道理 我们再考察一下 经济原因 这个开发太空的初期 确实很花钱的承认 就把一颗有效贺载 送上太空 大概要花费一颗黄金 按照现在的比价 大概 昨天的比价 我看了大概三百三十多块钱 人民币 这很贵 很昂贵 伊斯兰波罗登月工程的总投资是254亿美元 大概相当于今天的1400亿美元 也很贵 如果要登火星呢 即便是一次探险性质的 就是送上几个人登上火星再返回 可能它的投资也在5000亿美元 这确实是一笔很大的投资 那么我们就认为 是不是现在的太空开发是由于经济原因呢 我们再考察下面这样一个事实 我现在这张图上就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间的两项预计的投资 第一是对环保的投资 是34000亿人民币 对航天的投资查不到确切资料 但是我们可以按这个第十一个五年计划 对航天的投资 大概是100亿人民币 我们按照这个它增长的比例 因为十一五对环保的投资是2万亿人民币左右 那么我们给它增长三倍已经够多的了 那么它只有300亿人民币 所以这两者就完全不成比例 大家看到 我为什么用环保的投资来和航天的投资相对比呢 因为他们两个的投资有相似之处 都是初期投资收不回来 没有回报 初期投资没有回报 而从长远的回报来看 这个环保还不如航天 它远不如航天 环保的回报 那么现在为什么出现这样一种很奇怪的状况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讨论到了 我们对人类未来的第二个选择 我们前面那个选择是用科幻的眼睛进行选择 那么我们现在做出的选择是用现实的眼光进行选择 这是什么选择呢 就是说人类放弃了太空 把未来寄托于环保 这一点不光是中国 就是说美国 欧洲 俄罗斯都一样 他们可能情况比我们稍好一点 就是说他的太空投资 探索投资可能稍高一点 但大同小异 这就表示人类现在 对于两个选择的话 我们放弃了太空 把未来寄托于环保 就是说我们放弃了太空的那十万个地球 我们准备在这一个地球上 节奖过日子活下去 这个理由的话 其实很多的政治家 科学家都能给出一种很 可以说很坚实的理由 就是他说太空探险是一个巨大的冒险 技术上的冒险 政治上的冒险 经济上的冒险 我们不能把这个人类的未来来寄托于这样一种 完全不可靠的冒险上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考察 环保是不是不冒险的一项事业 回到这张图上来 从科幻的视角看地球 因为环保是不是稳妥 是不是不冒险 我们这个话题可能谈一天也谈不完 但是我们只要看这张图 我们马上有一个直观的印象 就是地球是一个十分小的一粒沙子 在太空中 我们的环保的整个行为 就是在这粒沙子 这么小一个生态系统上运行的 这就 我们即便是从月球来看地球的话 这地球也是一个很脆弱小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小的世界上维持一个生态系统的话 就是说它是个很困难的事情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肯定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开发的环保技术 按照我们努力的通过政治方面 进行的这种节能减排 就是节约能源 过绿色生活 就仅仅采取这些措施 是根本无法阻止生态系统 在一个世纪之内崩溃的 如果现在的环保要想成功的话 唯一的一条可能的 还不是完全可能成功 就是有可能成功的途径 就是立刻停止发展 但是可能不可能 这个首先是在政治上是根本不可能的 就是说我不可能说西方世界 你们现在在现代化的状态下 过着这样好的生活 你让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地区和贫穷地区 仍然在农业时代过着贫穷的生活 这个在政治上不可行 而且在这个也违反现在的这个普世价值 和这个整个的主流道德观 主流价值观 如果真的要政治上强行做出 这种停止发展的决定的话 它带来的灾难的话 可能比你加速发展的灾难还要大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环保它的实质是什么 就是说环保的实质 它其实是靠环保生存的实质 它其实是成年人仍然生活在摇篮中 生活在地球这个摇篮中 就是说环保生存 它与太空开发同样冒险 同样艰难 无论在经济上 政治上 甚至在技术上 环保 靠环保来生存 都不比太空开发更容易 但是我们现在各个国家 决策层却做出了这么一种选择 整个人类社会做出了两个选择中间 我们做出了后面这种选择 所以从科幻的眼睛看 我们觉得确实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首先一说到太空开发 我们就想到了它和大航海时代有很相似的情形 就是说它同样是航向一个阳帆远航到一个未知的一片大陆上去开拓人类的生存空间 取得我们需要的资源 以得到更好的生活 大航海时代开始当然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了 但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前提条件是当时的一个王国 一个女王的支持 就是伊莎贝拉伊士女王 伊莎贝拉伊士呢 就给了哥伦布的钱 就让他装备了一只小小的船队 前往大西洋探险 但这个伊莎贝拉伊士不像咱们现在说的 她是西班牙女王 她是一条卡斯提阿尔的一个王国的一个女王 因为当时独立的西班牙并不存在 所以说这个伊莎贝拉女王 她自己也不是太富裕 她甚至难以供其这个船队 据说她把她的首饰都典荡了 然后供这个哥伦布远航 而现在的事实证明呢 这是最明智的一笔风险投资 他和这个哥伦布达成的一个叫圣塔菲协议 就是说你一旦发现了新世界 你发现了印度 当时以为往前走是走到印度 怎么怎么分成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这个收入 所以说它是一个经济协议 那么他这个投资也是一笔最明智的风险投资 以至于有人说 世界历史是从1500年开始的 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才知道整个世界的全貌 我们下面看到这张图是什么图呢 这是郑河的宝船 和哥伦布探索新大陆的船的大小比例 下面这个小船就是哥伦布的探索新大陆的帆船 我们看到它小到什么程度 相当于从郑河宝船上放下来的一个救生艇 而且要从整个船队的规模来说 更是没办法比 因为郑河的船队有两百多艘船 上面有两万多人 哥伦布就这么三艘小船 上面的船员好像百十来人的样子 但现在我们知道 真正创造历史开辟新纪元的 恰恰是一条小船和那个小小的船队 而不是后面那只大船和大的船队 所以说如果目标不够远大 眼光不够远 目标不够正确 再大也没用 我们现在是正处在第二次大航海时代的前夜 我们甚至现在比哥伦布要有利的多 因为哥伦布他看不到他要找的那个新大陆 他也没有派过探测器去探测过那个大陆 他当然他坚信地球是圆的 他相信他可以走到那个新大陆去 但是好像并不是说太有把握 因为比如他的船在大西洋上航行了几天之后 还没有见到陆地 第三次船的船员就心里很慌 甚至将要产生滑变一样的样子 这个哥伦布就连虹带片 一直让他们往前走 而且骗他们说黑暗中已经走过了什么什么岛屿 这个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是充满着犹豫彷徨这些情绪 他不知道新大陆在前方 而我们要探索的新大陆和新世界 我们抬头就能看得到 但是现在呢 没人来出这笔启动自己 没人来出这笔钱 好 我们再谈第二个话题 就是用科幻的眼睛看社会和政治 这都是一些很大的话题 我们只能够很简单的聊一聊 我们现在大家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张图 这张图是美国的相似杂志 一个科幻杂志 它的一个年选上出现的 它这张图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标明了 就是不同的科幻作家的读者 它的政治倾向 我们看到这是左翼 这是右翼 这个上下轴 这个X轴 它是表示科幻的类型 硬科幻软科幻这些东西 我们大概看看就看到 像我们熟悉的阿西莫夫是偏右 居中偏右的 像泽拉兹尼是左派 等等就这个 这张图我们不必要详细看它研究它 这是说明了一件事就这张图 就是科幻和我们想象的不同 它可以说是政治色彩最浓厚的一个类型文学 甚至科幻的政治色彩浓到什么程度呢 它比政治小说都浓 就政治小说本身好像是写政治的 其实它是在政治的舞台上 来演绎出它那个一个故事 但科幻它是直接去论述政治本身的 就是说科幻文学显然是源于科学 那么科学和我们政治的关系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都倾向于认为 科学与民主是相容的 就是说与民主体制是相容的 因为科学它不承认权威 它承认客观事实 这个与民主它是相辅相成的 另外科学所带来的技术突破 它开启了民智 使大量的人员集中于城市 同时呢 它的一些技术 信息技术 比如说每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意愿 向整个社会表达自己的意愿 变得有了可能 现在网络出现的情况 大家也都很清楚 所以我们可能想当然的认为 就是说科幻中所描写的未来世界 就是现在这个民主社会的延伸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就是说科幻中的未来世界的社会体制 它是丰富多彩的 我们来考察一下 首先我们考察到最熟悉的基地 基地中的社会体制是什么样子呢 它是一种古老的共和制 它不是现代的共和制 是古老的共和制 很像那个古罗马帝国 那个共和时代的样子 沙丘它中间的社会体制 是一种中世纪那种 阿拉伯的封建体制时期的 那么一种社会体制 乐国恩的黑暗的左手 它中间的社会体制 是用一种评论来说 是三分之一的原始 三分之一的共和 三分之一的封建 以上这三本书 它的特点在哪呢 就是说 它这个书中的社会体制 均落后于它们的技术能力 就是这三本书中的社会的 它的这个社会 都有进行远程兴起航行的能力 但是它们的那个社会体制呢 仍然停留在一个 相对来说是比较之后的状态 另外科幻中间还出现一些 比较奇特的社会体制 就是咱们现在没有看到的一些东西 比如像神经浪游者吉布森的 还有最近的血崩 他描述了一种 由那种大公司来控制的世界 在这种世界中 国家政府要么已经消亡 要么 居于那种不起作用的地步 还有其他一些 更奇怪的一种社会状态 比如像时间机器 他所描述的这个 极端这个 两极分化的社会 这个两极分化不仅存在在这个社会状态 人的阶级状态上 而且存在于他们的 表现在他们的这个生物状态上 它已经不是同一种物种了 像其他一些更奇怪的一种社会体制 比如美丽新世界 它描述一种基因决定的社会 就是说人在出生以前 我已经通过改造你的基因呢 把你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就确定了 像这个扎米亚金的我们 它表现了一种 由数学原理来确定的世界 就整个世界按照数学原理来运行 个体和个性已经不存在 这本书是大家最熟悉的一本书 它就1984就描写了一个 极权状态的 极权的极端状态 整个社会已经完全像一部 被控制的机器一样 被极权控制的机器一样 另外还有一些比较乐观的 对未来的描述 比如前苏联的一些小说 像这个太空神曲和仙女座星云 就描写一种比较乐观的 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体制 其实真正现在要想起来 就是把未来社会描写的是 我们现在民主社会的延伸的话 我能想得到的好像有系统的 就是克拉克阿瑟克拉克 他所描写的未来世界 在这三本书里面确实和现在的很相像 而且比现在的要完美 但它的重点显然不是在于描述这种社会 而是把它作为一种 它讲故事的一种背景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这里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说 很简单的原因 就是一个警示的原因 就是说描写那种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反乌托邦三部曲 就是一个例子 他所描写的这三个世界就像噩梦一样 很恐怖 所以叫反乌托邦三部曲 但是这些三位作者显然他都是 很赞同这个民主体制的 他之所以描述出这种可怕的噩梦来 是为了警示我们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但这种情况在整个的科幻文学中 并不是主流 因为这三本书其实是不是算作科幻小说 一般评论界把它们算作政治小说的 真正的科幻文学 就是主流的科幻文学中 他们对这个 他们笔下各个作家所描写的这个社会体制 并没有明显的好物感 无所谓好 无所谓坏 未来就这样 这就是他们普遍的一个态度 包括我列出来的这一大堆书 都是这种态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我们有必要就是考察一下 用科幻的眼睛来看政治 看这个社会体制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 用他这种眼睛来看 就是用我们远离 从遥远的太空回望地球来看 我们的这个政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在这儿我就想简单介绍一部作品 这部作品就叫冷酷的方程式 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这部作品 现在这幅图是他的电影的剧照 他拍过电影 但是不是太有名 写这本书的人叫戈德温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家 他的作品也不多 其他的可能都被遗忘了 但唯独这个冷酷的方程式 一直被记忆着 而且在科幻文学中有很高的地位 这个小说很短 就八千多字 但是现在他就是被记忆的很深 很有印象 以至于人们叫他灼热的方程式 从他考察这部小说 我们能够很生动很清楚的看到 在科幻眼睛中 这个人类的价值体系也好 这个社会体制也好 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冷酷的方程式 是一部情节极其简单的小说 它只有两个人物 一个宇航员 一个女孩 还有一艘飞船 这艘飞船按照书中的描写来说 大概很小 可能像一辆大巴车 差不多一艘小飞船 这艘飞船从地球出发 飞向一个遥远的一个星球 位置星球 为什么要给这个星球上的 一支探险队去送去一些药品 这个探险队在那个星球上 得了一种太空病 放射病 如果得不到药品 他们都会死亡 而这个小 这个探险队里面有一个 就这个小女孩 她的哥哥在这个探险队里 所以她就在飞船起飞的时候呢 她就偷蹭到这个飞船上 搭遍车 想去看她的哥哥 但是当飞船走出一段距离的时候 她就发现啊 这个飞船的检测系统就发现 这个飞船超重了 她的这个燃料呢 过分消耗 如果不及时制止的话 这个飞船 她到达目标星球的话 她没有足够的燃料进行减速 那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 如果她强行进入星球的话 她就会坠毁在这个星球上 如果她偏离的话 她就永远就会飘荡在太空中 再也回不来 那面对这种情况就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就是把这个小女孩扔到太空中去 扔出去 这种飞船中 这样的话 在燃料消耗还没有达到极端状态的情况下呢 就能保证这个飞船和这个探险队的安全 第二个选择 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性化的选择 就是让小女孩在飞船上一起向目标星球飞 这样做的结果呢 是他们两个会死 探险队的人也都会死 那么最后的结果 宇航员果断的就做出了第一个选择 所以这篇小说 它很生动的向我们 就是介绍了一个科幻眼睛中的一种价值观和道德体系 就是说 它其实我们都能感觉到 就是说用我们现实的眼光所看的一些 这个理所当然的道德价值等等 放在宇宙空间 用从这个宇宙的尺度来看 并不适用 当然我们也许会说 这只是一艘小小的飞船 一个特例 但是我们看到 从这张照片上 我们就清楚的看到 我们的太 我们的地球其实也就是一艘小飞船 甚至比飞船还小 所以刚才的那个故事中说表现出的那种哲理 那种道理 对我们地球的人类来说也同样适用 因为我们很可能遇见这种情况 我们60亿人必须死40亿人 然后另外的20亿人再活下来 而这种情况下 我们现在的这种 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的这种 社会体制也好 主流价值观也好 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谈到科幻的价值观和他的这个政治观的话 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叫历史微积分 这是由一个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整个的历史呢 我们是从现实开始 然后走到终极目标 整个一个目标它是一个曲线 这个目标很漫长 它是一条曲线 但是我们任意取其中的一段呢 它却是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我们要到达的 就是一个局部的阶段性目标 迄今为止 我们所有的政治家也好 公众也好 还是包括文艺复兴 启蒙运动以后的思想家也好 他们所思考的目标 都是阶段性目标 几乎没有人 很少去思考这个终极目标 所以他们现在所面临的 主流价值观也好 社会体制也好 都是为阶段目标所采用 所采用的 但是科幻文学不一样 科幻文学它要考虑终极目标 它是唯一一个考虑 人类终极目标的文学 可以这么说 这是它的价值所在 同时它要从现实的角度 去考虑这个终极目标 那么在这个漫长的曲线中呢 每一段它都要考虑 它每一段都是一条直线 都拥有不同的情况之下 它就会拥有不同的价值体系 不同的道德观 不同的社会体制 这也就是科幻文学 它其中的这种政治观 丰富多彩 就是这个社会的图像 丰富多彩 而且它对这种丰富多彩的图像 又采取一种很宽容的一种一种态度的一个原因 本来还想介绍更多的话题 但是由于时间有限 咱们尽量多的交流 所以我今天的演讲也就是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非常谢谢刘老师 好 就如同刚才刘老师所说的 他把这个50分钟的这个演讲结束之后呢 接下来是大家的开放大家交流的一个时间 然后我们现在是整个讲述6点半节 说明有40分钟 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什么问题都可以问 老师什么都能问 感情也能问 不限于这个 什么都可以问 对 可以把老师当偶像 问题越尖锐越好 越怪异越好 好来 我首先请这个 这个女孩子 喂 刘老师你好 请允许我抒情一下 因为我真的是太激动了 我没有想到我真的可以见到你 是这样的 我 我从小学的时候开始看科幻世界 然后那个时候 作为一个小孩子 可能对作者是谁的印象并不是太强 然后到我大学的时候 有一天我开始回忆 我小的时候最爱的那些故事 然后一篇一篇的去回顾 后来我发现一个 让我自己都很震撼的事情 是他们的作者竟然是同一个人 他的名字叫刘慈欣 谢谢 然后我又开始追 所有您的故事 我可能没有看到的 然后一直到您后来的三题 然后还有就是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他现在还在瑞士留学 然后他知道我有机会可以见到您 然后他让我说 你见到大刘一定要对他说 我在留学的这段时间 我最苦的时候 我 我就是看大刘的文章 我的电脑里 我的书桌上一直有他的书 他就是我最坚实的那一个精神之助 这真的是真的不是三期 谢谢 好了 现在那个 我想问您的问题是这样的 因为在您的作品中 一直有非常深的对人性 然后对社会的一个思考 包括三体最初 对文革的描写 包括中国月亮上 对进城农民工的那种观华 然后但是您同事又是 大家公认的一位科幻工地 非常扎实的科幻作者 在理性与感性之间 在科学与现实之间 在温柔和逻辑之间 您这一个是如何来权衡的 是如何能做到在您的作品中 那么完美的体现 然后我的第二个问题是 在三体二里面 您当时写到逻辑 然后他创作了一个完美的女孩子 然后整个他的一个创作过程 是从一个点到一座冰山 他想象那个女孩子 整个的一个人一个生活 我想请问的就是 您的创作中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梦中情人的存在 然后您的人物 是不是也靠这种 把您自己整个都陷进去的 这样的一个创作过程 才能构造出那么完美的作品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先把三个问题 因为你这样一次问太多 老师也记不起这么多问题 我们先让老师 把前面三个问题问完 好不好 我们答完 好 谢谢你 谢谢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在理性和激情之间平衡 其实科幻文学 科幻小说 它有很多种 在我心目中的科幻小说 它是 肯定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就是它 首先设定一个世界 然后用科学的方法 这个世界设定 当然包括世界的结构也好 还有它所遵循的基本规律也好 然后用科学的方法呢 来向前推论 推论出我的故事 这样产生出自己的故事 这个过程听起来 似乎不疼不疑 很平淡 但实际的过程 确实是冷酷无情的 有时候很血腥的 因为你不知道 要推论出什么东西来 而不管推论出什么东西来 你都得面对它 所以说我还是偏重于理性的 但是 就是说在整个这个过程中 你推论出这些故事来的时候 那么故事中的人也好 人类也好 他必然要经受考验 这个中间的话 你就可能会产生很多激情 包括一种传统的那种激情 比如英雄主义的 还有现身精神的 这样一种激情 还有一种非传统的 你比如说 用一种 用现在的主流道德 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 去解决问题的 这么一种激情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 这可以肯定的说没有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就是说你提到的这种现象 就是说 我其实写这个情节 我是受到一个启发 我加入作协以后 就认识一些作家 以前因为和文学圈没有什么交往 有一次一块喝酒 有一个人 他就说出这么一个故事来 他说他爱上了 他写的一个人物 我当时这个感觉很不可思议 就是说 因为这个主流文学和我们的科幻 他创作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主流文学是从人物开始来构造他的世界的 就是他从人物开始 他为了创造人物 才创造 写出整个故事来的 为了表现人物 而科幻文学 他科幻小说 他是为了表现 他的那个科幻的核心构思 他才展开故事的 那么这个中间的话呢 这个人物 他肯定就具有了更多的工具性质 但这个说起来不好听 但确实如此 不过这个我声明 这只是我写的这种科幻的状况 但是对于别人写的科幻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也不好意思 我要跟大家说明 我知道大家都很激动 所以我们还是一人一个问题 好不好 这样可以留给更多人的时间 我们往后面一点 那个蓝色衣服 对对对 你已经走上他 只能问一个问题 那就问这一个吧 那个 你应该说那个 可能有一万个地球在那个太阳系中 但是十万个 十万个 那很多更多 然后您的那个一个假设可能是发展 可能是因为资源不够的问题 但是您能不能用科幻的想象 现在想一想 您觉得如果现在人类可以利用这十万个地球 你觉得是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合作呢 还是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掠夺 掠夺 或者说冲突 或者说争夺呢 你认为这个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所以我在我的我们的一些经验里面 可能是危机 可能是引起人类能够醒悟的一个方法 您觉得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探索到 这么十万个地球的资源 您觉得前景可能是一个乐观的前景吗 您这个问题提得很好 这个按照我们对历史的考察来说 我几乎可以肯定的说 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了这十万个地球 并且把我们的人类 殖民到这些地球上去 接着而来的是更大规模的争夺 战争 屠杀 征服 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记住 这种东西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历史 它也可能会伴随着我们未来的历史 人类它要想生存 文明要想生存 它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东西 这样一种灾难 这种灾难永远不会停止 即便我们在整个太阳系中殖民了 我们得到了太阳系的十万个地球的资源 我们还可能人类这太阳系要撑不下 还要消耗完这批资源 我们还必须向银河系去扩展 这样可能面临着更加血腥 更加野蛮的这种殖民政府战争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火星开发 很可能它要面对着像当年北美洲独立 这样一个运动 就说火星它的经济如果发展到一定的状况 它不愿意再受地球的这个君主 不叫君主国了 君主星球的牵制了 它可能要独立 而这种独立伴随的战争 比那个美国独立战争 可能要残酷血腥几百倍 它死的人呢可能也是更多 但是还是那句话 就用邓小平在香港回归的时候说的那句话 如果说回归面临着更大的灾难 就让我们一起来面对这种灾难 没有办法 这就是文明的征途 这就是文明的本性 这就是我的回答 谢谢 好 这位先生 大刘你好 刚才你说 其实我也补充一下 我是从深圳过来的 我想今天肯定有很多内地的听众 我要带水墨的网友问一个问题 你怎么看那个宝树的三体X和那个宝树这个人 然后你有没有计划继续去写 因为他写了X 你有没有计划继续写四五六七八九 他有前转后转 还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我追到三体好像是说世界都是女人毁灭的 那你是不是对女人有个什么 你是不是受过伤害 所以不要在小说中这样展现出女性的一个特质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从最后一个问题回答 可以 主持人这次比较感兴趣 没有没有 老师请回答 就说这个产生这种感觉 那是你看我现在三体只是我所有作品中的一部 我写过三四十篇中短篇 写过六七篇长篇 如果你都看完的话 可能没有这种感觉 但是只是三体这种感觉特别突出 而对三体这种感觉本身也是个误解 为什么呢 因为三体第三部直到写了将近十万字的时候 他的主人公还是个男的 那个受害脑袋被挖出来 那个人是个女孩 最后想到了也和当地的一些科幻迷交流了以后 他说你这个男的不太好办 就说因为你第二部已经是有男主人公了 而你前一部也有许多男性角色 我在你这个男人的角色 他的这个身上就看到前面那些人的影子 就是很多 就是说你干脆把它改成女的 比较女性比较好 所以就这么一个过程 并不是说我对女性有什么歧视 包括我以前的一些小说 比如《球状闪电》的主人公也好 《圆圆的肥皂炮》的主人公也好 都是女性 还包括那个思想者的主人公 也是女性 并没有表现出这种倾向 因为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问题前面好像接待了 有十一波的记者采访就每一波都问到了 就是说这个我可以明确的说 中国和外国的这个作者和作家们都不喜欢同人小说的 为什么呢 就是说他把你以后的路就堵死了 他给你砌了一堵墙 让你没法再往那边去写 那个方向去写了 你比如说三体 三体第三部显然这个最大的一个空档 最省事的一条一个空档的话 那就是这一条主线 就云天明这一条主线 那当时也就是没有经验 就是留着以后就准备写一个平行小说的 现在就没有办法去再写作这种东西了 对吧 这点是肯定的 所以说我 从我自己来说 我并不希望出现很多这种同人作品 当然但 但是人家既然写了也没有办法 对吧 而且出版我也是允许出版的 但是你要让我再去写个序 再去写个推荐词 那就有点 要求太高了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谢谢了老师 我们后面 这个左手边后面 白色衣服的 其实我是帮我同学举手的 谢谢 大刘你好 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在宇宙食物链中 假设有一个宇宙食物链 就是我们人类并不处于顶端 想象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吃鸡鸭羊肉吃的那么兴奋 但是在宇宙食物链中有一个物种 它比我们更加高级 在更加高端 我们人类将要成为他们的鸡鸭牛羊 那样的情况 你觉得如果发生了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 又或者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 而不是宇宙食物链 而是我们就像Matrix里面一样 黑客帝国里面 就是我们人类自己发展了 制造出了更高等级的种族 那么根据达尔文的演化论 那我们是应该让位吗 就像AI那样 他们比我们更近一步 那是Revolution还是Evolution呢 谢谢 其实这个问题 他答案已经很明白了 就是假如说是 跟你说的 不管是外星种族也好 还是更高的人类造出的AI也好 它统治了人类 如果你真的有能力去抵抗的话 你推翻它的话 你早就做了 如果没有能力的话 那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我不知道 您认为别的选择是什么呢 那也只能是这样 那也只能是在他 在这种地位之下 进行 就是说尽可能好的活着 当然这个时候 人类的 他的整个的社会状态 他的思想状态 他的宗教状态 都要产生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对生活的态度也好 他对各个方面的 这种价值观也好 他的变化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 事实上你说的这个主题 是科幻中常见的一个主题 我可以推荐你看一部 叫六个月亮的逃亡 这本书 它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种族 在另一个种族的压榨之下 试图反抗 然后逃亡 这是一条道路 但如果这条道路也被毒死的话 这个问题就变得没有意义了 就说你没有别的选择了 你难道能提出一个别的选择吗 如果你说是我们集体自杀 没意思吧 对 所以说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们只能是在这种条件下 我相信到那个时候 人类是能够适应的 这个没有问题 我相信人类这种适应能力 我们可能人们 到时候人类觉得唯一的区别 就是现在我们不知道 我们多会儿会死 那会儿我们知道 我们哪天会死 区别就在这儿可能 谢谢老师 中间这个红色衣服的女孩 海德老师你好 你好 是那个是这样的 我想他们都 不好意思 我们再慢慢看一下 OK 就大家都问的是那个和三体有关的问题 然后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看您的早期的作品 就比如说中国2185 还有那个超新新纪元的原稿 您都表现 就是都有写过很多和毛泽东有关的情节 然后在三体一中 您也写到了那个物种共产主义 然后我想问一下后者是不是您原创的理论 然后前面的那些毛泽东情节 请问那个您是 就是为什么要加进去 在那样的状况下 就当时的那个中国人的政治环境中 据我所知 我的作品中提到毛泽东的就是个2185 后面来公开发表的没有提到过他 这是一个 至于说那种环境下 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很简单 因为毛泽东本来他就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他出现的未来肯定很科幻 凭此而已吧 这个不只是我 叶永烈就写过一部毛泽东复活 很厚的一本书就在香港出版了 他那比我的这个厚的多 内容也丰富的多 我想原因就是这个吧 没有更多的那个原因 好 我现在问一下 有没有香港的朋友啊 有没有香港的朋友 这位白色衬衫的朋友 我看好多都是内地来的 我们给一个香港的朋友机会 香港人是不是一定要说广东话才行的 你说广东话 我试着翻译 喂 我试听一点 说 OK的 我听得到 我听得到 我是从事新闻行业的 但是 你一句一句来 他从事的是新闻行业 但是呢 我今天就不是来做事的 因为我很喜欢刘老师的那些书 他今天不是来工作的 他很喜欢您的书 谢谢 我必须说三体一和二呢 我都非常之喜欢 三体的第一部第二部他都非常喜欢 嗯 但是三呢 太悲伤 太 你听得懂了 最终不用翻译 OK 谢谢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安排呢 就是第一部第二部他喜欢 第三部变得比较悲伤 是 这种悲伤和忧畏是很难令人 看完之后很难令人忘怀 而且很辛苦 他这个第三部他看完就是太过悲伤 很难抽离这样的一个情绪 太辛苦了 他觉得读完你的第三部 想问一下这个人有什么寓意呢 有没有这样的寓意 什么的寓意 还有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民主制度 是令到一个这么灾难性的后果产生的话 其实有没有需要去捍卫他呢 这句话有点难 母后的意思 如果民主制度只能导致这种灾难性的结果 我们还需不需要去捍卫他 还有 完了 云了 OK 老师 你听 老师不好意思 是听普通话了吗 我没问题 你是听普通话吗 OK 好 首先这个就是说 觉得三体第三部很悲伤的 这个可能是一种误解 可能是我写作的问题 大家仔细想一想 三体它不是一个悲伤的结局 首先第一条就是说 大家可能一般看完这个小说的印象就是人类都毁灭了 最后太阳系全没了 其实它最后你仔细看看人类没有毁灭 它相反它扩展到整个银河系 还建立了六七个世界 这是第一个 另外说的不以上就是最后连宇宙都毁灭 什么也没有了 这我举一个例子 假如有一个小说 爱情小说 就说男女主人公他们恋爱经过波折 然后在一起 幸福在一起 白头到老 这算不算 这是个乐观的小说 对吧 最后我嫁一句 最后他们都死了 这小说就变成悲观的了吗 最后他们肯定要死的 对吧 我们现在也一样 从科幻的角度看 从科学的角度看 但是现在科学并没有确定宇宙是不是有一个终点 但是说宇宙有一个终点的话 这个是在科学上是不会感到意外的 是在现在来看还是比较合理的 因为现在通过对暗物质暗能量的发现 可能宇宙是闭合的 那意味着它有一个终点 所以说你不管在我们在这个终点之前我们演出多少喜剧 多少快乐的事情最后都一样 就像那一对一样 他最后总要死的 所以说整个来说这个三体它是一个 它总的来说还是乐观的 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假如说民主制度带来这种悲观的这种结局 是不是还值得捍卫 这个我想我在刚才的演讲中已经就是说说明了 就是说按照这个科幻的眼睛来看 就是现在认为摸写就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体系也好 体制也好 它其实是还有价值观也好 它其实可能是随着我们这种漫长的历史进程 它在不断变动的 就说它可能缓慢的变动 以适应人类当时所面临的那种体制 那种自然环境面临的那种超级灾难 我想当然在现在来说你说的这个民主体制也好 它肯定是值得捍卫的 但是如果它变得不适应 不适应于人类的生存 它需要一种新的社会体制来代替它 到那个时候它就不值得捍卫了 我想这个对于科幻的眼光来说 它应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谢谢 好 我看到这位黄色衣服的朋友收取得很快 刘老师您好 我是那个广东省珠海市的一名高中生 在7月份的那个 在深圳中学举行了一次 泛珠三角模拟联合国大会 我们用您的小说您的三体为背景 就那个面壁计划 还有包括地球三体组织 还有包括危机纪元中的国际政治走向 进行了一次思维上的模拟 就我们高中生 然后就其中也得到了很多收获 然后今天在这里我就想向您提问 您如何用科幻的眼光看待教育制度 在未来的发展 或者是跟着 包括您所说的太空开发时代 我相信就随着太空开发时代 包括甚至比如说当下的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教育制度可能现行的教育制度 就几千年来的这种 带有传统性的教育制度 可能会逐渐的解体 对此您是如何看待 谢谢 这位高中生已经帮亚洲周刊 下一次的这个题目已经定下来了 教育好广泛的题目 不过齐老师就简短的一个回答 关于教育制度的问题 我认为目前虽然有很多技术 对教育制度有所改进 比如信息技术也好 各方面的也好 但是真正的能够给教育制度带来 翻天覆地变化的技术还没有出现 这种技术一旦出现的话 可能整个教育量为之改观 这就是说包括像记忆注入技术这类东西 但是这类东西我想它总有一天会出现的 它一旦出现的话 可能我们现在面临的教育的许多难题 比如这种高考的竞争 学生负担很重 可能不存在 但可能要出现一些新的难题 关于这个我确实想的不多 因为我孩子还小才上小学 我考虑的很少确实 还有没有我们今天再来一个 紫色衣服的同学 喂 林老师您好 您好 我们谈一谈时事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发达国家契合了 然后美国航天飞机也飞不上去了 作为科幻民来说 我们作为这种人类历史倒退深表遗憾 那么我们中国作为这个 我这个国家能不能不要跟他们一样同流合污 干这种很很不幸的事情 因为毕竟是您在小程提到了 就是民主国家在这方面必须有它的劣势 而我们在他们有优势 所以说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现在 现在就开始规划 如何如何开发宇宙资源 因为你看我认为我们在近50年来 现在应该可以达到清河反应堆的目的 那么清河反应堆最大原料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月球上面 那么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 应该要准备 就像张北海那样 已经开始准备建立一种前瞻性的 进行这种开发行动 可能这种可能会只停留在规划上面 但是对我们未来50年的发展会很有帮助 另外我还是想引游一些历史观 2000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说 最好的国家领导人是哲学家 那么您是否认为在未来的 在未来形成中最好的国家领导人 是科幻小说家或者是科学家 谢谢 首先就是说 你前面所说的就是那种 长远的包括太空开发也好 核能开发也好 这种东西吧 它的衰落后退 我个人认为和什么政治体制啊 这些倒是关系不大 什么样政治体制的国家 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这个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你前期的如此巨大的投入 比如5000亿的投入 一分钱都收不回来 这个什么体制的国家 他都承受不了这个重大的这种 这种投入的 所以说都一样 包括现在不论是中国也好 还是西方也好 太空政策 太空政策 大同小异 核政策也大同小异 这个 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个确实面临着巨大的障碍 如果说我们 比如说假如设想一个例子 中国现在不顾一切 每年投入十几万个亿去开发太空 这可能要带来巨大的灾难 放在哪个国家都是巨大的灾难 因为人民生活 现在尚且还很很不富裕 但是我当时我刚才说想的是 用科幻的眼睛来看 它毕竟是一个科幻的眼睛 它提出这么一种可能性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 也不得不看到它的现实中的困难 这一点确实如此 就是说如何由一些政治家 科学家和一些精英人物 他用用自己的政治智慧 运用某种经济上的智慧 包括技术上的智慧 来避免这种前期开发的风险 让太空开发尽早产生效益 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 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所以从这个点我就回答了 你后面那个问题 就是说科幻小说家 可能是能想到的最糟的国家领导人 好 好 没看个女孩子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也是你个人的身份来问 我有一个问题是 因为就接着 接着刚才的那位同事的那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现在的那个国家的当道的人 可能是一个工程师 所以现在包括文化都搞五个一工程 所以我想您本身也是作为一个工程师 对这个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一个国家领导人 他的素质也好 能力也好 和他是什么出身肯定有关系 但这也不是决定性的 就是说各种出身都有他的优点 各有他的缺点 你比如说作为工程师出身的国家领导人 他可能对各方面就是技术方面 工程方面有一个很严谨的一个一个一个 有一种很严谨的一个思维一个想法 对国家的这种大规模的工程也好 还是未来的经济规划也好 他会抱着一种比较科学的态度去审视他 而这些的话 可能法律出身的人文科学出身的 学经济出身的这些国家领导人 可能他就更多的他就欠缺一些 他要更多的借助于自己的顾问团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同僚来来来决定这些事情 所以说我个人认为他们之所以成为领导人 肯定有他们的原因 具体我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条件 目前来说可能更需要一些工程师思维的 一些这个这个这个思想可能更严谨一些 关系这个问题我能回答的也就这一点了 好 谢谢老师 来 那位同学 我就是想谈及一下你 刚才你刚才谈到了我们文明的发展 但是我觉得你的观点是把个人 就是把个人不是当作个人的目的 而是把个人当作是一种我们文明发展的手段 在你的观点里面 就是我还想谈到的是 康德对理智的个体提出了道德律令 就是种种道德律令 我觉得他的这些提出的要求 对理智个体来说都是可行的 那你认为对如果外文明 还有其他文明的话 他们也会有相应的道德律令 例如理智的个体 例如理智的个体只会在道德上 服从自己制定的律令 理智的个体只会把自己当作目的 而不是不会把自己和他人当作手段等等 还有道德法则应该可以普遍化这些 那对于其他的理智个体 非人类来说 这些也是可以成立的吗 就是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 就是说你认为个体应该是 个人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对吧 但是整个来说就是 我们采用什么样的道德观和人类最终的目的 它是相辅相成的 是我们你现在必须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如果他的目的是让个性充分发挥 让每个人的个性充分发挥 每个人的自我得到充分的尊重 那这没有问题 个人就应该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但假如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我们的文明 要通过未来可能的大灾难去延续下去 那这个论断就有可疑的地方 而人类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 现在我可以肯定的说没有明确的说法 谁能说出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给出一个大家都公认的一个答案 你可以说我100年后的目的是什么 但你说人类的文明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就跟回答宇宙的目的是什么一样 这个很困难的 所以说科幻它的任务就是 我们可以列出各种不同的目的 然后我们在这种目的下演绎出各种不同的故事 把各种不同的未来展现在大家面前 这是我觉得是科幻的任务 但具体回答哪种目的正确 哪种目的不正确 这已经超出科幻的能力了 谢谢 好 谢谢 后面那一位最后最后 你两手挥的那么激动 喂 刘老师您好 我也是今年才读您的作品的 就是这里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 我们选一个好吗 那么两个 因为两个都很短 对不起我要当坏人 两个是一起的吗 太适合当记者了 你尽量浓缩一下好吗 第一个就是说您在三体中提出这宇宙的那种黑暗森林状态指出文明之间都是出于那种互相的这种要非得要消灭对方的一种状态 那么我就想问就是说黑暗森林状态是你为了写三体这本书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概念 还是说您个人就真的是这么相信的 就是说从像是那种星际迷航 Star Trek里面那种乌托邦式的社会 您比较相信呢 从理性上比较相信 还是说你比较相信黑暗森林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之前我跟我们同学讨论了很久 就是说是否把光速不可超越这个概念给去掉 黑暗森林就不成立了 您就是说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三体三重的一个bug 就是说您之前说这个光速一开始是超巨重 在降维之前光速是超巨重 那这样的话那黑暗森林就是猜疑链那些东西是不是就不会成立了 谢谢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科幻设定它和奇幻设定有个区别 就奇幻它可能设定中就描述出一个很完整的世界来 它甚至这种描述世界 而且它关于把这个对世界的描述独立于作品之外 甚至这种描述的这个文本和它那个作品的长度都差不多了 这个大家都可以在西方奇幻里面都可以找到例子 但科幻的设定就像你说的这样 它就是都是一条简单的定律 定律型的设定 世界设定 然后由它来推导出这个书中的故事 至于你具体提到这个黑暗森林式设定 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的叫机器人三定律 这个大家都知道机器人可以保护自己 但它的核心最基础就是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 其实到现在机器人早就开始杀人了 巡航导弹本质上就是一个飞行机器人 所以这个三定律根本没有意义 但是它在小说中是有意义的 它创造了一个逻辑很严密的一个事件 而在这个逻辑之下 就是说它其中的机器人怎么样在这个逻辑之下 演绎出精彩的故事来 这个是它的目的 这个黑暗森林设定也是一样 可以肯定的说 它就是为这部小说的故事而设定的 它不是科学的推论 也没有人对它进行过严肃的科学研究 它只能是这个小说世界设定的一部分 如果你 我们不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就是严肃的科学结论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至于第二个就是说 超光速以后黑暗森林状态是否还会存在 这个我认为应该还会存在按照小说中的设定 因为它之间的猜疑链这些东西 它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 它也即便是交流的速度 交流的速度它提高了 也这种差异性 这种超越了生物的界级的这种差异性 它不会消除 所以本质上它这种状态还是存在的 谢谢 谢谢 蓝色这位同学 你刚刚我是不是都挑了 我挑了都附近的同学 来 而去否定一些个人自由或者是那些东西 那请问你对上这方面怎么看 这个问题其实我早就在这个演讲中的回答 我就是 问你现在目前的取向 而不是用科幻的眼睛 是用现在现实的眼睛 我现在目前的取向就是按照现在目前的 它的一个社会状况 这个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说你说的反对某些东西 或赞成某些东西 是按照当时的科幻设定的情况来说的 它和它不适合现实 就是按现实有它的正确的东西 它在一个科幻设定上不一定正确 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并不是科幻它本身 它是一种超越现实的东西 它并不是对现实的某种直接的结论 好 这位好 这个 女王女姐好 其实我的问题很简单 就是在我小的时候 我是看科幻世界 然后来看您的作品 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可能物质 相对而言 对今天的那个小孩子来说 比较匮乏一些 那我那时候只要读书 我就可以接触科幻 我可以很简单去热爱科幻 然后成为一个科幻米 但是你像现在就是 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 他们就是可选择的那个媒介很多 如果他们想接触科幻 他们可以去看电影 他们可以再去读书 或者说他去玩真人的游戏 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的那种游戏 它也是模拟 也是科幻生出来的故事 那您在这种就是非常现实的 这种市场压力之下 您是就是怎样去面对 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挑战 就是以前我们只要单纯的阅读 我就可以成为科幻米 那现在 对现在的一些小孩子 比如说像之前 我旁边这位词帖 他问的 他就是有人写了 就是三体X 他就是我们有的 有的孩子可能喜欢看 这个同人小说 然后可能会喜欢看里面 再加入全新的科幻元素 那您面对这种挑战的时候 您会坚持您以前的这个道路呢 还是说以后你就继续 就是多多角度的 或者说全方位的去做你的 构建你的科幻世界这样 是不是您在写小说的时候 也像写剧本一样 然后头脑中间 会有那种很多的大场景 大场面的出现 还是说你会一直执着于就是文字 包括对人性的探讨 包括对硬科幻 这样一些理论的这种植入 谢谢 我想同学是要问老师 会不会考虑一些商业的元素在里面 配合现在的社会 让书卖的更好 或许要妥协 做一些思想上的妥协 老师会吗 其实我感觉吧 科幻文学它和别的那个文学体材 有个区别在哪 就是它可能更依赖于画面 而不是文字 就是说 别的体材的文学 它讲述的东西呢 都是我们经历过的 或至少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可能经历的 比如说什么侦探 言情啊 甚至武侠啊 都是我们和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相联系的 而科幻中描写的某些东西 可能完全超出我们日常生活的范围 如果你仅仅用语言来表示它的话 来描述它的话 可能根本就描述不出那个 作家脑海中的那种东西 他想象出来的那种东西 所以说有些时候对一些 全新的一些科幻的 不论是场景也好 还是概念也好 可能只能通过画面你才能让观众来把握它 所以我觉得科幻到更适合于电影或电视这些 影视的这些现代媒体 就是说小说中能表达出来的东西 一般电影或电视影视中都能表达出来 但反过来不行 有些影视中的画面 你用文字是 不管你文字能力有多强大 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把它描述出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的科幻文学 必须要适应时代的发展 当然说起来很容易 这个做起来有很多的困难 包括我也好 还是其他的科幻作者也好 现在也都在努力的 使科幻与影视这些 尽可能的联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 但是这个还有一条很漫长的路要走 就是说有一点可以肯定 就是科幻文学它是一个大众文学 有很强的市场属性 就是我们不可能像写作主流文学那样 我们什么都不考虑 只考虑自己的感觉 所以说我以后 不管是将 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 肯定要考虑这个技术的发展 考虑读者的信商取向 或者考虑市场的这个这个取向 这点是肯定的 谢谢 好 我们那位黑色衣服的同学 首先呢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只要小说有内涵的话 这个大家就算是在杂志里面 都可以杀利淘金一样 像我一样去买全那个科幻世界 当时还没有三体的书买 就真的是买全了那些旧杂志 然后一页一页把三体一看完呢 就然后就算没有内涵的东西 像《红楼梦》一样拍的美论美套 也没有什么人去看 对 然后现在是我的问题 就是您在书里面 三体的三里面 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强悍的 这样一个歌者文明 但是却基本上是在戏份里 算一个跑龙套的形式 发射了几颗导弹 再加一个二相簿 我就搞定了那个 这个歌者文明 它同样采取了一种飞船式的方式 在外太空游荡 同时还有三体啊 还有那个地球文明也都好 最后其实也都选择 走上了那个太空探索的 这样一个道路 然后再加上您在演讲当中 现在提到人们 现在选择环保 而不是向太空发展 那么综合来看 那您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是人类最终还是会走向太空探索的 这样一条道路 或者说我当时 现在就想问的是 如果环保最后发现行不通 风险非常的大 但是就是到那种程度 资源各方面投入进去 没有相应的回报 生态链已经快要 已经就要到来那种临界值 但是那种太空探索很可能就 悬崖勒马也勒不住的时候 那种情况您认为会 照这样子的设定会出现吗 当然就说我是希望人类能够 把眼光投向太空 就投向外面的世界 但具体历史是怎么发展的 这个显然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 因为真的到了环境即将崩溃的 那个时候 再考虑太空探险太空开发 就已经晚了 因为这个太空开发 它需要长时间的技术积累 可能要长达几代人 几个世纪 这个不可能是很快就能够飞向太空的 就能够大规模太空开发的 我想是这样 只能是一种希望吧 但是我觉得太空开发 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思维方式 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好像整个的全球 不管是公众也好 还是政府决策者也好 就完全没有往这方面考虑 就完全把它当做一种不做的选择被抛弃了 我认为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 我演讲的这个中心思想就是 并不是说真的 现在投入到国民中产值的一半去太空开发 那个可能等于自杀 但我的想法是至少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种选择 让公众知道有这么一个选择 而不是说现在我们的所有选择就是在环保上面 就是说我们在摇篮里面 我们至少除了我们节约点我们的奶粉和纸尿裤 以便多过一点日子之外 我们还有别的选择 还有外面的世界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 不管哥本哈根会议也好 还是别的整个的东西方的所有的领导人媒体 和整个政治言论也好 他完全就把这个忽略了 把太空开发 这一点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件事情